足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 卡刀音 影片一开场 大眼妹就怀孕了 大眼哥一听就懵了 说这肯定是上次超速造成了交通事故 大眼妹一看 这孙子是提上裤子就不认账 念完经就打和尚 于是气了 收拾东西就打算回娘家 大眼哥一看 这心上人要跟自己散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说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那咱就抓紧时间把事给办了 转场之后 大眼妹跟着大眼哥搬进了郊外的别墅 大眼哥的妈咪胖大婶 热情的接待了自己的儿媳 胖大婶说 看你气色这么好 怀的一定是个大胖小 趁着我还健在 等孩子生下来 我帮你们带 随后 胖大婶又带着大眼妹来到邻居忧郁姐的家门口 大眼妹一看忧郁姐脸色发青 眼皮肿 就知道这娘们肯定是长期的空虚寂寞冷 晚上大眼哥睡觉的时候 梦见了一个婴儿的手被粉碎机里切掉 把大眼哥当时就吓尿了 大眼妹说咱隔壁那忧郁姐是怎么回事啊 她家里怎么死气沉沉的没人气呢 大眼哥说忧郁姐的老公是个当兵的 不过前些年灾场大火都丧生了 虎狼之年死了老公 忧郁姐当时就疯了 转过天 好奇的大眼妹偷偷的溜进了忧郁姐的家里 她不仅看到了忧郁姐老公胡子哥的一项 还发现这屋里乱的跟他妈鬼子刚扫荡过 到了晚上 当大眼妹正刷盘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忧郁姐家是火光冲天的 大眼妹急忙叫上胖大婶来到了忧郁姐的家门口 看着屋里烧的天魂低暗的胖大婶是临危不乱 当即就做出了决断 让马上要生了大眼妹进屋找人 她自己在回家打电话报案 哎呀 不得不说这老司机的经验就是多了 这关键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开道车了 这俗话说一运傻三年呢 这大眼妹当时就被胖大婶忧郁生傻白甜了 当大眼妹走到门口往里边一看呢 发现忧郁姐已经烧成木炭了 大眼妹吓得当时就是一哆嗦 就在她愣神的时候 一阵阴风突然迎面吹过 经过一番瞎折腾啊 夫妻俩终于迎来了小生命 可这倒霉孩子回到家之后便不停的哭闹 把大眼哥和大眼妹折磨的是不要不要的 经过检查啊 医生说你们的儿子得的是腹脚痛 不过你们放心啊 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啊 这种情况自然就消失了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啊 这一时期啊 叫做哭嚎阶段 虽然是有点讨厌的 但谁也没法办的 大眼妹说她哭得那么痛会不会有其他的毛病吗 医生说一点毛病没有 除了哭蝶喊娘啊 其他指标全都正常 回到家之后啊 这倒霉孩子还是哭哭不停 把两口子折腾着是心神不宁啊 连正常的夫妻生活啊 都不得不暂停了 大眼哥更是晚上睡不成觉 白天上门总吃到 气得恨不得找个绳子去上吊 转场之后 已经潜力继穷的一家人呢 抱着孩子到寺庙找高僧求助 沉默寡言的鲁蛋叔略失小气 就发现孩子身上有毛泥 鲁蛋叔说一岁之前呢 千万别让孩子到处下雪 不然容易惹上大祸 转过天 当大眼妹带着孩子和闺蜜 大兄妹一起逛街的时候 看到一间门面房正在装修 大兄妹说 反正你在家整天也没事干 不如咱俩合伙开个店 不仅能赚钱你也不用那么烦了 你跟孩子在门口等着 我去里边找老板谈谈 当大兄妹正在跟房东讨价还价的时候 这倒霉孩子突然又哭了起来 并且还不停的拽大眼妹脖子上的项链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屋里内氧气瓶显然被孩子哭声烦 但是照顾不安 似乎马上就要发射上天了 果不其然 当大眼妹弯腰剪项链的时候 那氧气瓶就像一颗大炮弹 直接飞出去 把路边一汽车砸了稀巴烂 大眼妹抬头一看 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意识到要不是儿子把项链给拽掉 自己肯定得中弹 六个月之后 这孩子好像已经不哭闹 这一家人也终于没开眼笑 作为老司机的胖大婶 非常的善解人意 说今儿晚上孩子跟我睡 你们小两口就抓紧时间闷得密 这表面上看上去 家里已经风平浪静 但老佛爷跟李莲英那个啥 这事情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果不其然 当大眼哥和大眼妹正打算上床睡觉的时候 这倒霉孩子又开始哭闹 大眼哥没好气的说 你都哭了大半年了 这到底还有完没完了 这家里也没人嗝屁 你哭来哭去有什么意义 没想到大眼哥是一语成衬 这哥们的话说了没几天 胖大婶就被汽车给撞进了鬼目关了 转场之后 两口子抱着孩子 再次来到寺庙找到了鲁蛋叔 大眼哥说大师 你上次说孩子到了一岁就没事了 可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呢 鲁蛋叔说 你儿子过去罪孽深重了 很多被他伤害过的人 都想要了他的命 大眼哥一听就笑了 说别逗了大师 我儿子还不到一岁 他能犯什么罪啊 鲁蛋叔说 要不说你这种人就是愚昧呢 这有些事不能言传 只能意会 不过兄弟你也不用慌 我先给你儿子开个光 保证他一年之内渐渐高 两口子看鲁蛋叔说的挺认真 于是你就放心了 可不知道是鲁蛋叔的道行不够 还是这孙子本身就是一大忽悠 过了没几天 那些鬼又把这两口调戏了一六够 不过这次鬼没有亲自干 而是利用工具搞暗算 很快就把大眼哥和大眼妹都不在家 于是大兄妹便担负起了照顾孩子的工作 接下来就是一些我们眼熟的桥段 大兄妹因为嫌自己死的太慢 于是便打开了微博炉和调善 屋里的鬼一看着当下就是一颤 心想你既然急着领盒饭 那必须如你的愿 在医院的大眼妹突然预感到事情不太妙 可当他赶回家的时候 发现大兄妹已经挂掉了 接下来可就热闹了 首先发起攻势的是汽油和灯泡 紧接着微博炉又把煤气罐给引爆 屋里那些鬼一看这些斗不奏效 于是就把房顶的吊扇给弄掉 大眼妹一看这不死神来了吗 当时就吓尿 而这个时候的大眼哥也已经被鬼给拖下了水 眼瞅着一尖三口要被鬼给团灭了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时间刚刚好来到了午夜 没错孩子一岁了 正如鲁大叔的神预判 只要孩子到了一岁 鬼也拿你们没法办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科学依据咱不知道 反正是这一家三口没有挂掉 转场之后 当一家人正在吃烧烤的时候 孩子从屋里拿出了一单 忧郁姐留下的旧报纸 小两口打开报纸塞遮之 原来忧郁姐的老公胡子哥 当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将五个游行的学生给烧死了 而他们的儿子 也因为大眼妹当初的好奇心 被胡子哥给付了身了 所以胡子哥当年欠下的这笔账 必须算到他们儿子头上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天苍苍来地茫茫 我家有个夜窟郎 过路君子念三遍 一觉睡到尿了床了